我們知道今天非常重大的一個新聞 其實就是大陸的恆大集團 在美國申請了破產保護 那麼當然這個議題也凸顯 大陸的房地產企業一直以來 所謂的高負債 高槓桿 還有高周轉的一個營運模式 其實也會導致資產負債處於高風險的狀態 最終面臨債務危機 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恆大集團 8月17號已經依據美國破產法第15章 向美國紐約的曼哈頓破產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根據美國破產法第15章 讓企業在其他地區進行重組時 位在美國的資產能得到保護 現在還傳出恆大集團的創辦人 許家印的太太丁玉梅 已經變為獨立於該公司 及其關聯人士的第三方 而非許家印的配偶 被質疑假離婚 爭脫產 因港交所將配偶定義為 上市公司主要董事 首席執行官或主要股東的聯繫人 須遵守一定的關聯交易規定 此舉被質疑或為技術性離婚 丁玉梅可在財務上與許家印進行分割 規避債務等問題 恒大集團破產 加上大陸最大的地產商碧桂園 最大的民營金融集團 中植集團接連爆雷 外資機構紛紛調降大陸的經濟預測 JP Morgan和巴克利 在剪施中國的股東的股東的股東 有關關聯交易的影響 特別是在大陸的股東市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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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幫助壓制亞洲市場的股東市市場 像在上海的股東市場上 像你能看到在上海 但現在杭先生的股東市場上 杭先生已經在五個直行 路透社直擊大陸民眾前往 中植集團旗下的中榮信托 抗議錢拿不回來 對於大陸模範企業 出乎意料的違約和虧損 背後除了反映大陸房市景氣 超預期滑落 是否還潛藏著大陸長線經濟結構中 面臨的許多問題呢 隨著一塊塊股牌倒下 曾經瘋狂二十年的大陸房地產 日減微米 TVB新聞朱光宏 陳向如 總和報導 好 那麼像剛剛觀眾朋友 完美世界完美世界 就說十兆點點點 的確這個數字聽起來非常的驚人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邀請到 我們資深特派記者陳向如 來幫大家解析 向如姐好 向如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確這個數字 我們聽起來是很難想像 因為這個恆大集團呢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房地產公司 有多大呢 它其實過去呢 是這個第二大的房地產開發商 它從2021年呢 爆出大量舉債違約 那其實他們過去呢 其實都不太公開 他們的這個財務狀況 但是最近一次就公佈了 2021年到2022年 然後他們發現合計虧損 2.5兆台幣這麼樣子的多 到去年底總債務已經達到 10.68兆台幣 非常的驚人 那麼他們在這個 美國申請破產法15章 向紐約法院來申請破產保護 為什麼要這樣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他們這個法案呢 就是會承認涉及外國破產 或是債務重組的程序 就是會保障他們 可能名下的資產不被扣押 而且這個債務重組 就是一直就是說 我欠錢已經還不出來 希望跟債權人來協商 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 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包括像是可能 演這個減息等等的 來讓大家都有辦法拿到錢 或者是有辦法重新走出來 那麼像是這個破產 現在大家也擔心 會引發所謂的骨牌效應 因為這個恆大是房地產非常大 這個現在房地產有點陷入癱瘓 有可能會重創經濟 而且他曾經是500強企業 可以想像他其實在貸款 涉及很多個國際金融機構 現在違約付不出錢來 相信這些金融機構錢 可能也收不回來 而且當中包含了匯豐 還有這個瑞士的信貸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想要請教向如姐 這個恆大破產是不是會引發 所謂的骨牌效應讓其實大陸的房地產 整個陷入更受到影響 甚至融資都會有影響 沒錯 那首先的話 要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你知道嗎 在過去二十幾年來 大陸的話 各地的金基母 其實就是房地產 那麼包含了銀行 地方政府還有建商 它其實就是一個大型的循環 怎麼說它是一個大型的循環 首先建商它貸款買地 然後銀行很開心的 借錢給他們去收利息對不對 然後建商他貸到款 買到了地 他就開始建房子對不對 還沒有建好 他開始賣預售給民眾 差一點講給韭菜 你也可以講給韭菜 讓那些民眾他們去買 但是他房子還沒有蓋好 那這些人是不是已經買了房子 錢就進來了 那房子還在蓋的時候 建商他又把這些錢再拿去 再貸款再賣 所以的話他就這樣子一直複製 一直複製 所以就是像剛剛的時候你說的 他就是快速擴張高槓桿 高債務跟高周轉 好 那麼你利用這樣子的高槓桿的情況底下 在過去的時候還OK 但現在的話到後面 你的房子賣不動了 因為沒有人有錢買房子 或者是人家有錢買房子 但是你成為爛尾樓 就是你根本交不出房子來 好 那你沒有資金過來 那你根本就全部套住了 對 然後再來的話 他們還會把一些債務 因為後來當你資金套住的時候 他就變債務 他把債務再包裝成什麼 包裝成債券 然後變成了理財產品 然後再賣給了民眾 然後他就不斷的舉債 然後高速的擴展 那當疫情之下 大陸的經濟開始放緩的時候 你樓交不出來 那你的這個債著償還起到了 銀行的貸款 再加上你的債券 沒有辦法就是這個兌付 那你就全部通通都報了 再加上就像我剛說的 疫情讓大家變窮了 更何況你還要去買房子嗎 所以對 沒錯 的確就像善如姐剛剛講的 這個有可能會變成 所謂的爛尾樓 所以現在他們恒大 就是也是希望說 不要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爛尾樓 他們沒辦法交屋 反而拿不到錢 讓他們財務狀況 也會更加的嚴重 像是這個浩格的實驗室就說 就是割韭菜沒有什麼問題 的確就像善如姐剛剛那樣講的 這個完美世界完美世界說 沒蓋好也可以這樣嗎 因為其實建商他們本來就是 一邊蓋房子 有的他們像他們看起來 好像是一邊融資 一邊拿這個錢又再去蓋房子 它是一個循環的狀態 所以現在他們 這就是為什麼很大 要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因為他們就是講說 他們現在很多的這個產物 業產都是在香港跟大陸 但是呢 他們現在跟美國申請之後呢 專家就說 他們現在很多的建案 還在交屋的階段 也就是要跟這個買房子的人拿錢了 所以現在美國的法律 如果有約束力的話 他們就可以爭取更多的緩衝時間 拿到緩衝時間之後 交屋有錢了之後 就可以所謂的保交樓 可以讓交屋順暢 那當然了進而再繼續融資 跟發債券 希望可以走出他們現在這個 資產有問題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恒大出問題 除了他們本業這個房地產出了問題 包括他們其實這兩年有投資 這個新能源的汽車 但是投資失利 也是導致他們這個 可以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想要請教順如姐 他們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真的有用嗎 過去有這樣子的例子 好 首先的話我先補充一下 像剛剛的時候 信義你有提到啊 像恒大他們把一些錢 拿去搞新能源投資嘛 新能源汽車 他們還搞什麼他們還開了足球俱樂部 好那就像你剛剛說的 他燒錢嘛 那但是你燒錢沒有見到了產出啊 也就是沒有錢賺進來的時候 那就變成了資金鏈斷裂 然後呢你開發的項目 就變成了捉襟劍軸嘛 換言之呢 因為你是高槓桿 所以你錢就尬不過來的情況底下啊 那麼你樓盤就建不起來 因為你沒有錢再去投資給找工人 然後繼續去建下去嘛 對 然後呢像你剛剛講的 首先我要先講一下 破產保護 其實跟破產啊這是兩回事喔 破產保護呢像恒大呢 他就是意思就是說呢 他要保護他在美國的資產 免受債權人的影響 所以的話呢 讓他們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呢 進行了重組的交易 好那破產的意思呢 意思呢就就 他的意思就是你 就是無法償還到期的債務 沒有辦法繼續經營下去喔 所以這是兩回事 所以他呢申請的是破產保護 那至於為什麼要選美國喔 首先的話呢大家瞭解一下 第一恒大他可能是很擔心 就是說美國的資產 會被其他的債權人起訴 或者是扣押 影響了他未來重組計畫的實施 所以呢他希望利用 美國的破產法第十五章 獲得了美國法院 對其重組計畫的認可跟這個支持 再來第二個的話呢 那就是恒大集團呢 他想要向債權人或者是投資人 告訴他 欸我其實是有意願的喔 我有就是我告訴你一個信號 就是我沒有逃跑 我沒有要規避責任 我是有在做後續的處理的 我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再來第三個就是 欸很多人講 為什麼是要選擇在美國 申請破產保護 而不是在他本地的中國大陸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大陸的破產重整制度 相較於美國等其他的國家 他的完善跟成熟度 存在著一些比較困難的問題喔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你在破產重組的時候呢 條件比較嚴格 還有再來的話呢你破產重組的程序 比較複雜 那當你把程序拉長的時候呢 譬如說你要經過的債權人會議啦 經過的法院的審查 經過的投票保局 這些整整的環節下來的話 他耗時就很長 就會影響到他的效率 是的確喔 就像這個觀眾朋友剛剛說 欸David說這是不是一種狡隙心理 稍微一個環節出問題就慘了 非常的狡隙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欸在過去20年 當你一次這樣子高槓桿的投資的時候 欸沒有問題嘛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呢 房地產他佔了中國大陸的GDP 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所以的話呢 各個地方政府他們都非常樂意 欸我賣給你地嘛 那反正呢你就是 你就是幫我把經濟搞起來 因為政府要的是GDP 那你建商你要的是地嘛 好那我就把地便宜的賣給你 那你就幫我 你就幫我弄投資 然後呢就賣給民眾嘛 他就呈現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過去20年很容易啊 因為大家民眾 過去20年大家要知道 大陸正在富起來的階段 所以的話老百姓口袋有錢啊 他可以拿錢去買嘛 但是重點來了 當你呢現在很多 譬如說像中美經濟貿易 貿易戰 然後呢再加上地緣關係 然後再加上更嚴重的 就是近期的這個疫情 這個封控 那個就是壓死骆驼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沒錯 就像剛剛尚如姐講 他們現在疫情在復蘇喔 但是其實反而呢 在這個看到這個中國 他們現在有三 所謂的三架馬車是跑不動 包括出口 消費跟投資 甚至房地產本來應該要是領頭羊 結果反而成為拖累 專家就認為說 其實北京現在應該要設停損點 所以想要請教像如姐 北京有設停損點嗎 好有沒有設停損點呢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呢 其實呢在禮拜二 也就是15號的時候呢 大陸的國興辦 他們在記者會上面的時候呢 新聞發言人他們就怎麼說呢 這也是官方的 他說呢 那時候記者問到的是碧桂園的問題 債務問題的時候呢 好大陸的國興辦的發言 新聞發言人他就說了 大陸的房地產市場 整體處於調整的階段 他們正在調整 經營確實有遇到的風險 他承認有困難 再來領先的一些房地產的企業 債務風險已經開始曝露了 這對市場預期確實有造成的影響 所以他是承認有這樣子的風險存在 而且呢是已經爆開了 他在繼續講喔 他說部分的二三線程式 正在制定於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而且呢這些地方層面的政策調整 會有助於改善各個地方 房地產市場的信心喔 好那你從這個的話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他知道已經曝光了 而且呢其實情況非常的嚴重 還外溢到了其他的層面去 但是呢他就說了 現在他們正在制定方案 未來的話呢 應該是會讓整個市場的走向更好的 但是呢我必須要說 其實呢你要解決這些問題啊 最主要的還是要讓整個大陸的 整體的經濟恢復 然後你要讓民眾的有收入增加 你因為你唯有民眾的口袋裡面 有錢的時候呢 他對於住房的消費 他對於房地產的投資呢 他才會願意嘛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夠去改善 否則的話你就算政府有再多的錢 對於14億的民眾都緊縮消費 其實還是不可行的 對的確他是要是一個正循環 他才有辦法游解 那我們剛剛講到中國大陸 現在在所謂的疫後復蘇 想要請問大家 現在還有沒有認真在防疫呢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呢 因為現在有新的變異株 叫做1G.5 他是現在流行的 XBB.1.9.2的 變異株的再變異 那麼他們現在在中國大陸 流行率在7月的時候 已經飆升到了45% 那專家就有講說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傳染力很強 加上確診之後 抗體其實會越來越少 那疫苗的保護力也沒有這麼夠 所以其實 未來每個人每年平均會感染1到3次 所以想要請教向如姐 中國大陸現在防疫 因為大家都還之前還記得 這個清零很清晰嗎 現在他們防疫還是很嚴格嗎 沒有他們現在的話基本上呢 就跟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樣 他們是選擇的跟病毒共存 之前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防疫太過頭了 我之前的時候曾經稱他們是 地表上最嚴格的這個防疫的國家 對這實在是 就是不可諱言實在是太嚴格 因為我曾經在那個地方啊 待過他們封控的整個期間 對那個已經到達了一個 你根本沒有辦法踏出去 他可以讓就是你有綠碼的話 你可以踏出你的家門 但重點是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譬如說你這個地方出現了一個確診者 我不要靠近喔 我只是開車經過我的健康碼呢 沒過多久他就會變色的你知道嗎 他不是變紅色 紅色是完全不能出門的 他會變成黃色 然後你就要打電話呢 去跟他們說我就是對 我就是剛剛經過而已 結果就這樣 那現在的話呢 因為他們的經濟已經開始走向疲軟了 更何況呢 距離通縮呢 就那麼一點點的距離而已 所以他們現在的話呢 是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的 的確喔 這個清零相信沒有人有辦法忍受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向如姐 今天來到現場 幫我們解析非常詳細 這個恆大的金融危機喔 謝謝向如姐 謝謝心意 謝謝大家 TV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然後呢 然後呢 第一次